應該不會講那麼久了 來 掌聲鼓勵 你還有四個禮物 四個禮物 感謝溫暖女王守護贊助手工回照 好 謝謝 今天有來十幾個禮物 老師請留我 那個同學 因為今天同學比較少 不過相對於是蠻開心的 因為怎麼講呢 這禮拜十不經典 這禮拜十不經典 那在場的目前看起來有當爸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這兩個人 那個就是他 那我自己製作主張幫同學 所以同學大家都是要給老師信訪 那他這次供應課室 其實大家都 實際上都會互動 如果我們就說 謝謝老師這段時間 有些指導跟幫忙 那我自己就買了一個小小的點心 送給老師 也送給老師 也當作同學們 大概送給老師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可以一起吃一下 這個 反朝很有 這個師母吃完之後 就會特別愛老師 但是每次都問我說 還有沒有 好 那那個其實今天講自根 那我真的比不上之前的同學們 準備自根這麼的豐富 但是我覺得我就是用一個 操縱的角度來思考自根 怎麼說呢 因為有很多同學英文可能程度很狂 有很多同學 有很多同學可能英文程度就會比較跟我一樣 可能不是那麼的這麼的優秀 但是我覺得我念自根的過程當中 我可以做一個動作 可能是一般同學 大家 當然大家都一樣 都很忙 那忙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花一些時間 在捉摸一些小點上面 可是這個小點的過程當中 會讓我們記憶反而是 不需要背太多的事 你就可以把板子背起來的方式 讓大家參考 也就是你可能 老實講都是16到21次 你可能學到這些東西 但是16到21次 我自己試過 你管上去16到21次難不難 譬如是Agent 你可能念了16次 然後呢 16天之後你還是忘記他 16天之後 那我後來慢慢理解一件事情 這一本講義的東西 還有一本那個課本的東西 就是不斷地看他 每天就看他一遍 每天看他一遍 我沒有遍 看到第30天 那你變單純一下 不認識他 都很困難 這是第一點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不要很努力去背他 除非你有短時間的實力壓迫壓力 短時間 短時間 你要短期記憶 如果你需要長期記憶的話 我的建議就是 像我這樣 我每個都破一大顆筆記 然後這筆記其實有時候 除了上課筆之外 就是自己實際下筆記 那我今天來介紹一下字根 那因為字根裡面過程當中 安德老師的講義來教育 他前面的東西 可能這邊有上過第一堂課 請舉手一下 上過第一堂 1 2 3 4 5 6 那好 那我簡單講一下 幫大家複習一下這些東西 ag在字根裡面有do跟pac 就是動跟做的意思 那個做的過程當中 你看他的字的結合就比較好玩了 譬如說你看到agent 你看agent的話 ag代表動作的意思 emt通常代表人事物相關的結合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事情 只要是agent的話 就跟人事物有關 在我被單字的時候 是這個人 他可以跟動作有關 那這個人跟動作什麼有關呢 做事的人 誰會幫我做事 說如果我自己要做事 就還是誰會幫我做事 可能我職務代理 大家如果都上班的話 職務代理代理代理 代表我幫我做事 或是同學 我的好同學會幫我做一些筆記 上課筆的這些東西 他可能是我的職務代理的情況之下 因此我用聯想的方式去把 下一個單字把它寄下來 再來往下面講 agency agent agenda 這些東西其實它有共同的地方 除了agent 動作之外 其實它有很清楚 一個過程叫做什麼 他們的所有動作 都是一個行為上的動作 行為上的動作 因此代理講agency ence 如果同學們第一次有上課的話 大概都會寄個筆記 他是ence代表什麼 名詞結尾 所以你只要舉反大部分看到 ence結尾的單字 其實我們在背單字的時候 最怕麻煩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往往在遇到新的單字的時候 可能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詞性 有的時候遇到一些新的單字的時候 可能不知道它的詞性 可是如果透過歸納 譬如說你把ence這樣的東西 把它記起來的時候 可能跟名詞結尾的關係 觀點度比較高的時候 因此你在背誦它的時候 你就很直覺想到說 它可能跟名詞有關 那你查到字典再次確認它的詞性的時候 你就會更了解說 這樣的部分來講 是比較容易讓自己有一些理解跟了解 好 那我們在前面的東西 我們就不是花很多時間幫大家做一些理解的原因 是因為說這些東西其實講一想的 大部分同學都上過課 我只是簡單的介紹 我自己在背課了之後 去教人家的時候 或是說我把老師的一些交給我的東西 我如何去做一個應用到這個 其他的一些學員 那我們看下一個就比較好玩 第二個 第二個講 a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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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甜的意思 如果同學們有上課會知道 其實agre agre是從一個英文的字 一個另外一個單字 衍生過來的 agre 就是甜母 這是英母的意思 一個英文單字英母的意思 agre 衍生過來的單字 那這個單字裡面 它就是跟種田定農地 那是田也有關係 所以只要這樣子 如果你去念這個字根的時候 同學有講說 雅虎 像我在另外一篇分享的時候 他說雅虎 我請問你 字根要不要背 字根當然沒有背 字根沒有不背 那字根的情況是這樣 如果你有些單字 會遇到這種情況 一個就是你有背過的單字 聯想就很快 如果你沒有背過的單字 聯想就很慢 這樣合理吧 就是如果你對這個單字不熟 我頭先對Phil的這個單字 我也不熟 可是當我記起來之後 我就很清楚 比較容易 記得它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聯想就很快 可是遇到你 你也許學過的單字 你特別想要很快的方式 像你背這些單字 就會比較快 因此agre跟cult 中間的cult也是根做的意思 它其實是一個字根喔 它也是一個字根 agrecultural 這代表是農業的部分 那下面的部分還講agrecultural 你看al的部分的結尾 如果這時候 我們之前沒有做過筆記的話 al的話 你可以框起來一下 它代表是形容詞的結尾 的機率比較高 形容詞結尾的機率比較高 那凡事就是有規則就會有地方 另外部分來的我先不談 因為講太多的話 這整個講下去大家會摸不掉 再來看一下 下一個單字 abiculturist ist Rs通常代表是人的結尾比較多 因此我在背送單字的時候 或是跟我的一些朋友分享 這樣的一個內容的時候 我都會把這樣的一個過程跟他們說 讓他們同時在記憶體的時候 把它框框框起來 下次遇到IST的時候 的單字結尾的時候 通常它都覺得跟人有關係 當然這個通常也會跟名詞有關 再來下一個 abimation 這個單字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大家也覺得不難啊 Mission就是一個自動化的東西啦 或是Automation這些東西 那結論AGUE或是農業自動化 其實這個單字過去我是查過 它是兩個單字拆出來的 最後結合在一起 一開始並沒有這個單字 這後來又學著工業時代的發展 這些東西例子 才發現就把AGUE跟Mission 在農業自動化 在工業革命的情況之下 把它結合起來的單字 才發現這個單字在組合 那TION TION 這個它是SHIT 它是基本上也是名字結尾 名字結尾 那大家可以把這個TION 給它記起來 好 在介紹ANN跟ENN的時候啊 有個地方 因為之前同學大部分都有上過課 它代表的是免 免的部分來講 我查過一些單字 真的要找到ANN開頭 單字看真的沒有這麼多 所以說你要 當它有查到很多不同字跟意思 就很有難度 那通常它代表免 在這邊來的 ANNL剛有提到 是不是代表免農詞結尾 這邊又再度證明一個單字 看到ANNL的結尾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它可能跟免農詞有關 這背送的時候也比較好背送 在ANNUARY 其中下面那個ANNIVERSARY 這個單字大家一定不陌生 因為同學們可能在場 在場結婚的人只有 假設只有兩位 那ANNIVERSARY 所以這其實不見得一定跟結婚有關 譬如說這邊有對象請舉手 好 覺得那種對象 很感謝你那種很支持的舉手 像我們交往的紀念日 或是情人節相關的一個重要的日子 或是說像我自己好 據我自己例子 我記得我跟我太太認識的那一年 是某一年的3月10號 但某一年3月10號的隔一個月 4月26號我正式跟他交往 所以我就把3月10號跟4月26號 視為我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之一 那這時候我就會在這個過程中去慶祝他 或是結婚 我的結婚日子更好記 應該全台灣沒有幾個人跟我一樣 如果說後的禮品的話 我們那天結婚是10月10號 我快到了 有點麻煩 一年都在過節 因為整個月又過期了 下個月老婆甚至要幫他慶祝 10月份就是結婚今天日 就是我好累 交換一下idea 對 就是很大的需求你知道嗎 對 我不僅很想寫蛋黃歌一樣 真的是覺得我好累 真的不想過節 OK 那anniversary 通常我們常聽到就是 waiting anniversary 就是結婚紀念日 waiting OK 可是大家同學講要紀念這個單字 除了anniversary 有沒有印象其他單字 有沒有印象 我們如果做過節育的同學 經過那是紅線還是綠線 綠線 現在是綠線 中正經驗堂也經過吧 當然現在感覺到自由廣場了 不過我們的節育上面還是講中正經驗堂 英文 他的英文怎麼能訓練 講介石嗎 John Katshak 對不對 很多那個某個顏色黨證的人都會John Katshak 那個這個Louis都把他拿掉以來的效應的話 就要說Memorial 好 Memorial 紀念日 週年紀念日 我我在學單字是這樣 可能一般同學就是大部分同學跟我過去 每一個單字去查它 去背它 去寄送它 可是呢被發現一件事情你找到有些單字 譬如說找週年紀念 譬如找紀念日的時候 它不會只有一種說法 後來我去確認了一下 你說在Google網路上一些中文的解釋當中 它把Enerversary比較reverse 在兩個 兩者之間或是比較特殊 Personal之間比較私密的一些紀念日 我們把它定義當作Enerversary 但是一些比較重大事蹟 或跟公眾有一些特別有些 譬如說情感上面的一些特別的一些交集的 譬如說紀念某些知名的人事物的時候 通常會用Memorial這個單字 所以說我們經過週年紀念堂的時候 我們就聽到那個捷運就講說 Junk I shared Memorial Hope 就是蔣介石紀念館或紀念大堂米堂 這些東西來做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我只是想表達一件事情 當我在學的Reversary的時候 我也同時間把Memorial Hope 這樣的單字也把它學起來 那Memorial Memo 寫一下好了 這邊 這邊有 這樣看的到嗎? 看得到 其中Al是不是又是其中直結尾 對不對? OK 那我們知道 這個單字從哪個東西來的? 從Memory來的 它也是個字概跟紀念有關係 Memory來的 所以說去掉Y加IAL 都會就是紀念的 什麼什麼什麼 紀念的什麼什麼 或記憶的什麼什麼 它這個形容詞 那我就在配送單字的時候 我比較會去花時間去Google這樣的一個訊息 然後被我在單字上面的詞又會比較精準 再來這個Audi Audi是跟Hear有關係 像大家這場聽到的Audio 或Radio 相關的這個名字 還有跟聲音跟Voice跟Vocal 跟Song有關係的 那其中這個Audio的部分來講 我為了查這個Audio還蠻有一定的小小的一個過程 Audio它是一個我稱之為的集合名詞 它這個名詞沒有錯 但是它是可數不可數的 我們在學英文的時候 遇到一些名詞單字的時候 我們會問它 為了它可數不可數也傷腦筋啊 那大家覺得它可數還是不可數 不可數 對 有人說不可數 但是它的某些情況之下也是可數的喔 只單一個群眾的時候 單一個聽眾上是可數對不對 所以它既是可數 也是不可數 那我去查了一下 為什麼這個單字一開始屬於不可數 剛早期有Radio的時候 我們Radio就這樣 我們講現了廣播好了 我們一發射出去給所有聽眾 聽眾就會發現屬它的金額嘛 不容易對不對 不容易 所以我們一開始設定是不可數的 但是它如果針對一個人 或少數的你的特殊標準 如果有三個聽眾 你的定義好有三個聽眾嘛 它就變得很可數了 這樣大家可以提及 如果我去學這個單字的時候 我不是只有學這個 audience這個聽眾 觀眾的意思 我可能還是瞭解它的一些使用上面的一些小記憶像 來看看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甚至audience 後面還有audiences 還可以加個s喔 那大家同學會覺得說 audium不是已經是一個群眾了嗎 那audium加S是代表什麼意思 我還查了一下 如果假設這一堂課裡面有 第一批學生有12個 第二批學生有12個 第三批學生也有12個 這三批學生加起來是不是聽眾 他就要加加s 代表三批不同的族群來這邊上課 這時候的audium就要加s了 沒有三批這樣一個概念來做的 然後其中現在也有一個單字 前面這邊就講audium或是auditor audium這些東西 我們有沒有遇過就是曾經去 在某些地方 不管是在上課的地方 還是在社會上班的地方 有沒有可能去旁聽別人的課程 那旁聽別人的課程 這邊是不是整個旁聽生叫做auditor 沒問題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個 另外一個 不知道能不能算是騙語 就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去學校講auditor的時候 有一些老師會敬意我 用這樣說吧 請上他 新人的談論 所以說 就是將來cancer 所謂在寨系項上的寨 又不是要以臨期間 eyeliner 我今天來這間教室 那你的身份 你要講說 May I see our class? This class? May I? 我可以在這間教室旁聽嗎? 可是不太可能說 我來就是說 就是我不想要成為一個旁聽生 用auditor 通常我們進來一個地方 說想要說 旁聽這兩個字 或是在文章的寫的過程當中 你想要用旁聽者或旁聽生 或旁聽的相關的一個角色的時候 通常在這個所謂auditor 這個單字裡面 另外一個 我建議大家也可以用這一個 see our class 或see our course 這些相關的一個說法 來去代表說 假設你現在不然要進來這間教室 尤其我們來聽一些 你原本不是你要選的課的老師 或是這些這些內容的時候 用這樣的方式 通常大部分 以國外的老師來講 他們都很歡迎你來做旁聽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是有魅力的 那這大概補充一下這樣的東西 那audient enc 補充一下它也是名詞結尾喔 是名詞結尾 剛剛有ENCY 現在有ENC這些東西 大家可以在這上面來講 就一些比較多的一些組合 再來 bail 鈴聲 跟war有關係 之前在上課的時候 我不知道同學有沒有印象 我有提到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去查了這個bail 然後發現說原來在遠古時期 歐洲人在打仗的時候 或是說連東方的中國社會都有這樣類似 就是說遇到危險疾難的時候 或是在打架的時候 一定會敲鑼打鼓 像舉個例子來講 在遠古時期打仗之前 兩軍隊在室下敲一些武武器 來代表撞聲勢對不對 然後在中國的古代社會裡面 如果村莊遇到什麼樣的一個緊急的狀況 是不是會敲鑼打鼓 同時大家有很危險的事情要發生了 所以bail從鈴聲這個部分來講 衍生出來跟戰爭是有關係的 那當然這裡面提到re rable rae代表通常有repeat或reback 就是相反的意思 意思比較多 這樣的字根 來放進去的話 rable它就變成是一個反戰反抗的意思 所以在背單字的時候 最後比較容易背起來 再來就是這邊來的rebellion rebellion是反叛的 它是這個單字部分來講 它是彼詞 然後下面 如果你看到ion解 on解的double的名詞幾率比較高 再來看下面一個單字 bilito代表輕式或是巧不起的意思 我當初學生單字的時候 我一時之間沒有辦法把bilito這個單字 跟輕式跟扁有關係 後來我才發現 我自己在瞎聯想的時候 b 通常這個b 老師剛剛講說大b小b嘛 神跟人 我們把它聯想到另外一個b 是不是代表一個主動詞 那主動詞b 意思什麼稱為什麼 如果要成為更小的時候 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把你看得更小 bilito代表說 我把你看看 看明來又看 跨水小 看水小就是把你當作什麼 輕視你嘛 藐視你 我把你bilito 把你當作更小的 就是看水小 不是看水小 但是我開寫想 情況之下 我自己瞎聯想 就把這單字記起來 它是跟輕式跟扁有關係的 就是我自己的在背 張單上面的一些聯想 再來就是那個belieger 這個就比較麻煩 你真的是要花時間去背它 我沒有太多的東西去告訴說 他就怎麼樣去背它比較好 但是believer believer這個單字就有一個瞎聯想 是蠻好備的 就是必之成為嘛 labor就是一個單字喔 有同學知道 believer是單字是跟工人有關 就早期的奴隸工人 就是labor這個單字 那你想要在我們一般的傳統社會 傳統社會裡面的價值觀裡面 市農工商這些過程當中 通常我們認為工人是比較 比較辛苦的那一個整一層 然後我們看一些歐美的電影裡面 通常工人在早期羅馬時代是怎麼樣 是拿來鞭打的 因為你要鞭打他 他奴隸他才會中嘛 所以說believer這個步驟 我就會把他想說 早期比較可憐的人 或是成為工人的時候 他常常被那些事 打翻險要 或是這些貴族 拿來鞭打的時候 我就會把他頂 把他想像說believer 因為你要成為工人 所以你可能要被打被罵 的情況是 包含在場的同學 或是跟我一樣 我們大部分都上班族 大部分 有沒有可能會被上次指南 因為上次可是老闆對不對 老闆他為什麼變罵你 因為我是老公 所以他會被老闆罵deliever這樣 我是用蝦聯想去把自己的單字 加上我的記憶 好 介紹 brief is short 其實他跟一個單字非常非常有關 就是簡報 brief 那他加了ing brief 就是簡報 其實跟brief是跟短階段有關係 brief brief 這個跟短有關係 所以說 那同學會覺得說 那個b 我剛剛講說跟brief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上課老師一直講格林法則 格林法則 我覺得格林法則對我的背從真的有很大的幫助 brief 兩個都是短 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 過程當中 這個這個 如果這個單字往下看的話 變成這個單字的話 e變成re代表什麼 五雲擴張 b跟f是不是格林法則可以代換 因此我在背中單字的時候 我在過去 在現在我在看到馬路上一些單字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他們之間是不是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我直接聯想不起來 我發現很多聯想不起來的 除了格林法則代換之外 再來就是努力的代換 這兩個單字的部分來講 會有比較多的深刻的一個交錯 因此在背中單字的時候 會常常去 瞎聯想一堆 或是去用這個邏輯去推敲 那也許不對 但是會有一個邏輯在那邊 幫主在寄送的時候 或是在背中的時候 會比較有一些 相關的一些改變在裡面 那其中 因為這樣子 所以說 在背中單字的時候 比較容易背起來 其中來講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這裡面有幾個重點 我們講說它的詞性 通常ATE結尾的單字 我們會容易遇到動詞 ATE結尾單字 容易遇到動詞 那你 那如果說ARY的結尾 通常遇到名詞幾率比較高 名詞幾率比較高 那再來就是 可能就是在課堂上老師有記錄就是說 只要有看到ABB 或是ACC ADD 讓AB開得 通常跟去有關 去有關 那個去 通常除了我們講說去哪裡 去哪裡之外 還有另外一點 我們講去這個字 在中文這邊是四人 去 就是某個程度 跟加強有關係 加強的意味有關係 去幹嘛 去幹嘛 你去幹嘛 是不是跟加強意味有關係 比較不會說 騎你去幹嘛 騎你去幹嘛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通常這個時候是加強語氣的 機會是比較高的 再來看下一個單字 下一個單字就蠻多 其中一個單字 大家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會不會覺得說 跟一部連續續原來是這麼有關係 可是我不知道台灣這樣翻對不對 大家有看過一句 一部韓劇叫做繼承者 有沒有看過嗎 沒人 有看過海 有的 皇上一下 這繼承者聽說好像蠻好看的 我是沒看 因為我本身沒有迷日也沒有哈韓 所以說我們家沒看 但是我們家那一口子就是 手機就是一直看繼承者 反正就是很多女生喜歡看 那Sid 這個單字其實是跟去有關 Sid Sid 這些都跟去有關 那其中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像其中有好幾個字根 像pr pro 之前老師也有說過 pro代表是往前的字根 OK 所以看到這個當中有字根的時候 通常直覺直覺或是往前有關 所以看喔 proceed 就是前進 前行的意思 往前面走 往前面走 那process 過程 往前面的走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往前面走 必定會過程 反正走過必留下根基 所以我在記這個單字的時候 就想說process 因為我走過了 所以我會留下根基 代表過程 進程的意思 然後 except 那sid 走 except ex 是不是代表以外的東西 甚至是在我之前的東西 那因此我在記這個單字的時候 我就會用那種聯想方式 把它記起來就是說except 就是我原本在走 但是比我還要往前的是誰 代表超越我的競爭對手或誰 或是隊友那些東西 所以它代表超過 是越過代表 succeed 這是一個動詞 那它的名字呢 大家已經想了嗎 success cs 只要把succeed的 cee改成cs 就變成成是成功 勝利的一個相關名詞 那我在另外介紹 就一個單字就是說 跟這個succeed的有關係 大家就覺得成功的人 必定要有一個什麼 一個成功企業家 最在意是什麼 成功企業 錢 錢 錢當然很重要 那如果讓錢給你遠遠不絕 我的意思是想要請大家跟我們一起思考 用的聯想方式去背這個單子的時候 你只要記得意思之後 你就很容易記起來了 名聲 啊 名聲 還有 名聲也很重要 名聲 錢 還有什麼 想想看很開心 一個企業 我是一個企業創辦人 大家都知道我一個名字吧 那 應該這堂課同學還是有人不知道 沒關係 我的一個名字叫做雅虎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為什麼叫雅虎 因為雅虎的創辦人叫什麼名字 你知道嗎 Nobody 沒人知道 不要說雅虎創辦人沒人知道 再堂課不來 搞不好也會連 Google創辦人是誰都不知道 合理喔 因為大家大事報的過程當中 沒有人在講Google創辦人是誰 但是雅虎創辦人一定或都或是有聽過 這個叫做雅 他的這種名字 他是一個華裔 也是台語喔 叫楊智源 有印象楊智源這個人 如果你有年紀跟我的相同的話 我早期名字就叫楊智源 而且同名同姓 然後後來又說他下台 未改名字 就是很現實 沒有 看他下台 這個名字就是後來長輩說啊 這個名字不是很好啊 媽媽你說換就換 反正名字都來出示一個 這是一個外號而已 那所有的企業都追求名 追求潛力嘛 那還追求一個什麼 有去經營 對不對 那有去經營的過程當中 盛水接班人這麼重要 這一個好的接班人才是可以把我企業連續下去 連續下去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Succeed 這個單字是跟成功伴奏有關的 Success也是他的名字 那有個單字叫Successor Successor 這個單字就跟繼承人 接班人有關系囉 那我寫一下這個單字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把它記起來 我總之也很好記 succesor 加了or 這個單字之後就變成人 那這個人就是接班人或繼承人 那大家可以簡單的理解 如果我要背這個單字的時候 succeed 代表動詞的成功 勝利獲得 success 代表名詞 可是如果我們一般 企業裡面講接班人 或講繼承人 有沒有 或是我們財產繼承人 這些東西 都是用successor 因為首先你要有資產 不管是副資產或正資產 你能夠傳下去的那一根 接受你有本位子去做下去的事情的那個人 你通常可以把它舉例成successor 這也是我在查單字的時候 大家老師一直 教練老師一直提出說 海詞重不重要 很重要 海詞就是幫眾一連串的字串拉下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學到很多單字 你學到單字的時候 你就會一次把它記完 你就不覺得說 哇 原來是這樣 你看 successor 就是一個繼承人 那我不知道說台灣版的電視在半夜 韓劇這部片的時候 英文版的是不是用這樣的版法 我就知道我沒有求證 但是我想讓大家知道說 我在學單字的時候 因為這樣通過海詞 我可以大量去學會一些其他在補充的智慧 好 再來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比較沒那麼好記 也沒那麼好記 但是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跟大家說明一下 set then take 拿取的意思 在這裏面看 ACC 1% ACC 代表加強去的意思 去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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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的意思 再次強加加強 去拿 代表什麼 因為對方同意我拿 我才去拿 我不能自己用搶 對不對 所以 accept 代表同意了 我就去拿 去接受 你去拿 或是我接受別人 結果我都用 accept 那 concept CON 共通統 代表一起的意思 那這之前老師在這個上面有提到 共同統統 代表這個意思 concept 那有一起去拿 代表什麼 我們要有共同的共識啦 我們一起做這個事情 要有共同 我們共同來學英文 共同來學字根 是要有共同對英文的熱情 或是喜好 或是這個需求 共同的觀念 所以concept 就代表概念 觀念我們一致性的一些想法 那except 當然ex 重複一次 就是他跟y有關係 以外 什麼東西以外有關係 那cept去拿嘛 這個拿了這個東西以外 代表什麼 除此之外嘛 我除了這東西之外的東西 我可以拿 是不是叫除此之外 except 除什麼之外 除什麼之外 那再來except except就是代表同學會覺得說 那我要準備它 印 那印有的時候有用過印的意思啊 有的時候就在裡面的意思啊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在這邊的 我們的解讀 叫做在裡面的意思 從裡面開始拿 從這裡開始 印我們可以代表這裡啦 in here嘛 或是這些東西 那你把印代表在這裡的時候 從這裡開始拿 代表什麼意思 從這裡拿 代表開始 所以我在背中這個單字的時候 我就inset 哦inset 在這邊拿 就代表從這裡開始拿的意思 我就知道自己單字都是這樣聯想 那reception 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更好記啦 tion再一次強調 它是跟名詞結尾有關 那re代表有重複 repeat的意思 recept 重複拿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可以重複拿 我當然很歡迎你的時候 你可以重複拿 這樣可以解決 我很歡迎你的時候 我很想要很盛情款待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重複我拿 那這樣的概念 我在背單的reception 就代表它接代 歡迎 還是相關的字 我就把它背起來 這個比較好玩 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初的作者會用下面這幾個單字 不過這幾個單字最近倒蠻常看到 那sit 代表cut king 切跟殺的意思 那個swissing 這個代表自殺 其實我很自根裡面 SUI代表自己 我還沒有查到這麼透徹 可是最近大家的示威案件裡面 有沒有看到誰被誰殺 誰被誰殺的事件的 尤其如果你晚上有機會看一些 民視的英文新聞 或是看到一些 國外的一些CNN這些 最近一些不是到西方事件 包含就是那個 泰國鬥一些恐怖的一些自殺行為 ISIS跟相關的動作 它都會有很多的 Ponicide 這個單字出現 殺人 誰 誰 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在 還有suicide 誰去自殺 就是有自殺客 就是這些相關的單字 它在裡面常常出現 我是因為最近在看那個 就是一些英文新聞的時候 華先生介紹一些恐怖的時候 那個homicide跟suicide 這個單字這兩個單字 真的還蠻容易出現在英文的 即使我在聽了整段英文 我都聽不到講什麼 但是聽到這個單字 我知道他在強調 這個是屬於自殺的 還屬於他殺的 的過程當中 我就能夠去理解 那這個部分來講 需要大家就是 花點時間去背他一下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比較好的方式 就是常看久 就是最笨的方法就是 每天看他一次 你看了30天之後 就是把它記起來 這是一個最笨的方法 殺 蛤? 殺就對了 對 殺就對了 這個單字 sirc deriv 圈跟環的意思 circle 那這邊的其實 這邊講義是舊的講義的關係 這邊代表的是名詞結尾 那這個字他打錯了 但circle跟圈 圈或是環狀物有關係 所以大家這個代表其實circle circle是大概蠻長句 聽到一個單字 在下面這些說法裡面 比較好玩的是 securation 跟circustance 這兩個單字我要做一下 比較highlight 跟大家分享 那應該怎麼講 就是說 開箱單字 通常來講我們就是說 我們講說 這個流行或運行的部分來講 這個循環怎麼樣 這個工作流程怎麼樣 很多的同學 包括我自己 在一般開會的過程當中 同事們有時候喜歡講英文 這個circle怎麼樣 這個circle怎麼樣 其實講circle 是真的不是很正確的說法 其實不是很正確的說法 那通常老外 我試過在英文的對談過程當中 跟老外講說 我們這個工作循環怎麼樣啊 或是這個工作的一個週期怎麼樣 你如果講circle 老外也是聽得不煞彩 那但是如果你跟他講 securation 他就很清楚 要表達是什麼東西 工作循環 工作流程裡面的 每一個週間的循環 譬如說這個意思要四天 四天一個循環 那你不能說是四天 fourth day of the circle 那他聽不懂 他聽不懂 但是說fourth day of the creation 四天為一個循環 他聽得懂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同理分享 就是說我當初也是很習慣 在台灣人的社會裡面 講一個循環的社會 用circle 來去帶定我們一個常講的口語 也許在我們的台式英文裡面 大家跟可以理解的溝通 可是對老外是完全是聽不懂 再來這個單字 是我當初在在學習這個 circle這個單字 那個資根的資格 一個比較好玩 circle跟stance 這邊有可能在國外 英文比較好的同學都知道 這個circle跟環境 情勢有關 可是跟另外一個單字 之前我有提過 大家同學有沒有印象 跟那個situation situation也是跟情勢 就是環境有關係 那這中間的差別是什麼 還知道同學還記得嗎 situation是單字 可能大家會一直丟 耳機晃掉 situation 這也是跟環境有關係吧 這也跟情勢有關係對不對 那同學們 有時候我們在用單字的時候 發現有好多單字的解釋都很接近 那我要怎麼用它 我這邊在學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如果講到全球經濟 就是大小之間的差別 如果你講大小之間差別的時候 就又可以用這兩個單字 來做上面的差異化 譬如說全球的經濟如何 全球的環境如何 我可以用circle stance 但是如果你這時候講說 全球的環境是這個樣子 因此台灣的處境是如何 全球的環境講circle stance 說到小一點的台灣環境的時候 你就要用situation了 那 那時候我就問老師 老師那我怎麼樣去判斷 大家可以想說 老師說從字上面來講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啊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啊 circle stance 裡面有一個字跟stand stand代表什麼 站的意思 站立的意思 circle circle 代表什麼 循環 如果我站著看 是不是可以看得比較遠 那我做呢 如果用situation呢 是用做的 CID是做嘛對不對 那我做的看跟站著看 哪一個看得比較遠 當然是站著看看會比較遠一點啊 所以它代表的視影跟view 跟環境是比較大的 可是如果你用sit來看situation 代表這個處境是比較小的 大家可以在背中單字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將來我要做一個比較表達 比較大範圍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circle stance來表達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全球軟化的問題 現在的溫度情況是怎麼樣 溫度如何 不用設計 stance 但如果說單單的講 自己的處境好不好 譬如說我今天的狀況好不好 或是我今天的處境好不好 這些東西 尤其situation最常用外 除了說想處境之外 在軍事用語裡面 也只常用到 我們講說戰情戰情 就是現在戰爭的情況 其實也許是常用到這個單字 來做這樣一個比例 那我沒有花太多的力去 去解釋每一個單字的部分的一個來源 是因為說 就是前面的課堂裡面都有重大 但是我在最後一個小角的一個說明 就是說像AR也代表形容詞字尾 然後DIOShip也代表是什麼 名詞字尾 然後這邊的有沒有 CNNC也代表是名詞的結尾比較多 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會感謝上這堂課了 然後這幾次下來 我對自己在學習上面來講 我可能學得比別慢 可是我在記憶上面來講 這些單字基本上我不會再忘了 所以我不容易忘掉它了 因為我在理解它的時候 也會理解到其實它的動機 背誦也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警告大家的參考 因為前面的同學準備花了更多的資料 去做準備 那我是脫機取強的 我就直接用老師的講一句講 我在下午的課也是分享給其他同學 那我今天的簡單的介紹應該 蛤 時間就這樣過了 好啦 謝謝大家 那我們時間交換給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不只把老師上課講的東西理解了 並且他還融會貫通的應用了 所以這是非常棒的 我們有四個溫暖女王手 坐訪贊助手工肥皂 來 現在心得感想問問題就送一下 自己跳 那你自己也可以搶一下 好不好 心得感想問題都可以 你剛剛在聽的時候 學太多陷入層次 好 還有 因為那個剛才講repeal 那一個 因為repeal 我一直記成就是在repeat 所以如果是反的意思 其實我一直想不到 好 很簡單 return就好了 return 所以其實去做一個聯想 像剛剛也會講一個 Beli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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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igre其實也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中間是不是有一個聯盟的字跟 Beligre Beligre 對啊 那你只會想一下 莫瑪圖城記 特洛伊 希臘人跟特洛伊人的戰爭 所以不就是圍攻嗎 我們這整個聯盟去攻擊他們那個聯盟 Beligre 好簡單 對 就是你如果想到那個聯結 一旦想到有那個字就不用背了 OK 好 送一個 還自己挑很快 掌聲鼓勵一下 趙寶寶 四選一 對 使用有問題可以問 溫暖女王 好 謝謝 還有三個 趕快 還有三個 如果沒人問我就A回家 老師 我想問 不是這個問題 我想問就是你說的中資老師是之後是可以 中資老師啊 那很簡單啊 就是士大這邊如果主任之後有資源或需要我們資源 因為其實有很多教育的單位 其實都很需要這個東西 但是沒有人願意去做無料的 日文叫無料嘛 叫無料提供這些東西 那譬如說影片我們在網路上宣傳之後 其實可能就會有人問說 那你有沒有講師可以來 我們這邊講的印象是兩個小時啊 他們就可以拍講師去講 那需要就是要成為講師的話 那需要什麼 條件嗎 最重要 你已經有條件了 沒有問題 謝謝 熱情最重要 因為研究的路上是孤獨的 我花了四五年去研究這些字根 做研究寫落文就知道 你自己一個人凌晨三點 還在那邊看一些專業的文獻 然後那邊花那個字典 但是你一旦找一個人 哇 原來是這樣 恍然大溫那一陣 就覺得好像燈泡杯點掉的感覺 燈 對對對 終於想通的東西 那個就是求知的快樂 我認為 所以熱情很重要 只要你有這個熱情 我現在看你是很熱情的人 但是有一個重點 就是那個熱情要持續 對對對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堅持下來四五年 所以我就不斷的可以 在人生吸收很多東西 那也才有現在這個班 那雅虎也是啊 他說不要想做一次就把它背起來 而是重複看重複看重複看 看到你熟悉到融會觀眾聯想起來了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在背單字 我們是在聯想單字 那個背單字本的那個字就是錯誤 本身就是錯誤 那定義是一個錯誤的定義 OK 好來 等等還有還有 我問你有點多不好意思 就是你在那個群組上面有提到說 就是上禮拜為國跟你提到的就是 對 記憶聯想 是沒錯 這個這個 我們需要有志工易工 好 譬如說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好的 因為為國上禮拜有講他今天沒來 他講說他去上快速記憶課 譬如說背那個3.1415926 什麼 例如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我也開過快速記憶的課 那他講就是說 我學完了我可以在路上複習 可是志工沒辦法在路上複習 其實不是沒辦法 是我們沒去想 所以其實可以 其實可以 譬如說隨便舉例好了 今天前面五個 Greger Greger 還在名稱Gregerius Gregerius 所以我舉例給你看 那之後各位有興趣 因為這需要群策群力團隊的力量 老師可以在幕後知道 因為我可以想 可是我沒那麼多時間 所以必須要大家去想一個出稿 然後我們來修修修修修 再一次Gregerius Gregerius 我們上次有聯想 Gregerius Greg哥不是 Group嗎 所以上次有聯想叫Gregeron or Gary Gregerius 全部都Gregeria Gregerius Gregeron or Gary Gregerius 聽懂嗎 所以這是第一個聯想 Gregeron or Gary Gregerius Gregerius 那你也可以用Greger 有一個男生的名字叫Greger Gr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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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隨便講Greger Greger 因為女生很辛苦 每個月就會不舒服 好 Gregerger Gr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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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像的 建築 就像 其實? 任何東西都可以像 有提空其實 他只有好跟更好 好 再呼吸 隨便想 舉三個就好了 不會太多了 再你姊姊Hell 上次其實就有想 你看Hell要呼吸 所以你要Inhale 如果有一天你沒辦法Inhale 表示你要下地獄了 Hell You inhale or inhale 要嘛呼吸 要嘛下地獄 所以三個講完 第一個Gregarious Gregarious 第二個每個月乾乾叫的 Gynecology 第三個呼吸不然就下地獄 Intel 可以啦 所以也是可以這樣 只是我們要去加工一次 就是用記憶法的聯想去加工 那我們各自加工 比如說一次上課十個字根 我把十個字都加工完畢 加工完畢之後再做下一次的加工 叫做串聯的加工 故事嘛 對 比如說好有一個人 他這個看到Gary 他手上的東西決定全部都有Gary 整個都有Gary Gregarious 結果他兩手空空在路上碰到一個女生 抱著肚子說我肚子好痛 乾乾叫 他想去看Gynecology 看婦科 對不對 然後結果這個女生去看了婦科之後 醫生說你要記得呼吸喔 記得呼吸喔 雖然很痛還是要記得呼吸喔 你要怎樣 Inhale 如果你不Inhale 你膀上就會Inhale 就下地獄 都可以 那十個字是不是就被玩了 你是不是在路上可以呼吸 可以啊 所以他的體內一點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我沒想到 就是說 我有技術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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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各自的技術沒有把它串起來 所以他一講 我說可以啊 可以這麼做啊 可是這個工程滿龐大的 所以我剛才已經做了三個了 那252已經扣掉三個了 剩249 我喜歡看正面 就是說 你看我剛才只是隨口這樣講而已 對不對 那譬如說舉例 我們現場十位同學 252一個人做25個 下禮拜來出稿啦 假設啦 下禮拜來出稿 隨便大家亂瞎白嘛 好亂瞎白沒有對跟錯 我剛才講 聯想法沒有對跟錯 聯想法只有好還有更好 那來了之後我們可以一次討論20個 十週之後討論完畢 252全部的聯想全部講完了 然後最恐怖的是 如果25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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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10次討論完之後 就252個 你知道嗎 這就是P 這就是P6 因為我們從第一個故事可以聯想到 第250個故事 然後這時候你會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正背 倒背 調背 還有一個東西我沒有講 因為這個是快速機的東西 叫做數字法 數字法 比如說1 1是一棵樹 所以有一個人在樹上拔了很多水果 說我整個都要給你 所以1叫做整個都給你 比如這樣 那當然我們現在吃多少 就是數字法它會有那個形象的掛頭 像這個是171 它就有數字的圖像 然後就把那個數字的圖像 跟Puyerong carry再砍在一起 這個對藝術家應該蠻簡單的 因為跟佑達有反應 就圖像砍圖像 就砍在一起 然後之後你可以怎麼樣你知道嗎 正背 倒背 調背 對 比如說171有想到一棵樹 然後Puyerong carry Puyerong carry 這很恐怖耶 很想自根啊 Puyerong carry 這很厲害喔 這很厲害喔 就是如果做出這種東西的話 OK 那這可以做書 可以做教材 可以做超多東西的 但需要忍 因為我一個忍沒那麼多時間 OK 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們可以之後把它改成那個記憶版 快速記憶版 各位覺得蠻好玩的 對對對 就不只講紙量 我們還是把它加工快速記憶版 OK 可以做得到 可以做得到 快速記憶課 因為它本身就是加快速記憶 所以它就是直接直接加工 好 那我剛才示範三個應該蠻簡單的嘛 對不對 Pregarious Ginecology 然後Inhale 就背負了 那一次十個應該蠻集中的 好 好 那你可以兩個背帳 一個就好 一個就好 來掌聲鼓勵 好 最後兩個背帳 造寶寶你看很可愛的 這是那個 雪人啊 雪寶 哇 好可愛 什麼口味還是 不是口味 什麼 什麼 款式啊 味道 味道 因為這邊遮住 口味是吃的 口味是吃的 雪寶 雪寶 好 來 還有兩個 趕快 還有兩個 Brian要不要發表一下新的 來 來 好 你聽那麼久啊 九個就是 字根 我一剛開始是從字根 直接去看字根 然後其實內容我沒有去仔細的看 然後我發現字根在快速的少過一遍之後 我再仔細去看單字的時候 沒有聯想錯過的 嗯 沒錯 所以切入點數一下 大家會有不同的巧合 對 我發現說是從字根 你先快速的少過一遍之後 你再去看 就算不是老師教的單字 你更容易去聯想到 是 沒錯 沒錯 大概有十幾萬字嘛 都可以用字根 對 所以不要用字根 更容易去理解他的背後檔 沒錯 OK 這樣你可以得一個禮拜 等一下覺得講到重點嘛 來 掌聲鼓勵一下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來 這邊有嗎 這邊有嗎 好 來 這裡 其實是今天 第一次上課 然後覺得他使用字根的記憶 我真的非常放心 尤其是剛才那兩位同學 對 那他蓋得相當的聲動 然後面對到我 就記了記了 那 然後今天還有一個 今天還有一個地方 可以見到我的印象 我覺得整個 就是以前 以前我上播了自然發音的一科 對 我去DL圈圈上播的自然發音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沒辦法講到 就是講到這個 對 所以如果上完自然發音後 我覺得 好像有些字 為什麼 為什麼還是沒辦法 自然發音 不會真的 然後 對 然後今天 今天就是聽老師講說 然後我們知道 我也沒有做 這個 好 這不能怪那個 當時的老師 因為 隔音法則是 詞緣的範圍 所以英文老師 不一定知道 如果你五年前問我 我教英文教十五年 今年第二十年超過了 五年前問我 我也不知道 這不能怪英文老師 好 那只不過說 引救詞緣的人 就會知道說 這是隔音法則 那如果自然發音的部分 那各位上網找那個 一次搞定自然發音 我有一套教材 在網路上 你可以送 那本來有人 付三千就買的 老師 可是那個教材 我有上去 其實去那個看過 是 因為可能是那個 影片品質 對 不清楚 對 有 有比 假意啊 另外跟我裸取 我放他群組 對 因為那個有講義的 那是之前開講座的 對 有講義 一次搞定自然發音 OK 有整套 兩個多小時吧 好 來最後一個上出去的 掌聲鼓勵一下 好 感謝同學 好 如果沒問題 我們今天就到這囉 下禮拜繼續 感謝大家